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飘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讲讲关于Pineatwork 会不会在下个月6月1日的时候进行开放式的组网 那在这几天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很多社区里面的一个群体当中去讲到说 Pineat应该在2024年的6月1日 也就是说未来的一两天的时间就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那并且以314159的价格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另外在国外的一个X平台上面 很多人去发布出了关于Pineat已经合规化了 已经准备上市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上市的消息就说 他在5月28日的时候已经注册了他的合规程序 会在6月份的时候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那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就去聊一聊这个信息 那这个信息的来源呢 我们可以最早的去追溯到他的这个专利申请 就是说Pineat图标的一个申请当中 其实在Pineat图标申请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以下的一些信息之后 我们再去分析他到底和我们的组网有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美国的这个商标专利局 去查询一下关于派的这个图标的注册 那这里呢 有关于派的一个注册编码 以及他的整个参考的数据都在这里面 那这个网页生成呢 是在2024年的5月28日的时候 晚上8点24分的时候去生成的 那他的一个编号呢 是97762884 那注册号是7395994 那提交的日期是2023年的1月20日的时候去提交的 那通过的时间是2020年的5月28日的时候通过了 那就是说刚刚通过不久的一个时间 那他注册的商标类型来是服务标记 那他现在已经进行生效了 那包括他的位置以及他的信息都全部已经注册了了 那他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元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一个描述是不是和我们派是一样的 他就是和我们派是符合的 那他这里的商业描述是一个风格化的圆周绿的符号 上面有两处一个黄色的部分去组成的 那他的形状有点类似于两个火柴人连在一起 你看他把这里看成一个火柴人连在一起的样子 那他位于黄色的正中间 然后背景颜色为紫色 那就是说的我们这个派的标志确实就是他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就是在这里 那么他的一个颜色是彩色的 那黄色和紫色被认为是该商标的一个特征 那他的检索代码这里也有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就说派的这个图标确实就已经被注册了 那是被谁注册了 等一下他应该会写到 那他这里写了说他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审核的过程 那他的一个商业用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整体的使用过程呢 是在2018年的12月12日的去使用的 那也就是说真的 他就是在我们的派在那个审核机使用了 确实来讲话 他和我们的派内部是能够符合的 那很大可能啊这个东西就是由派的项目方去进行注册的 而并不是说其他人无聊去美国商标局去注册的 那接下他就讲了说为了去提供一些下载的计算机软件 用于管理使用区块链的加密货币的挖掘交易 提供使用下载计算机软件进行的一个交易管理 以及加密以及扩展 还有保护挖掘加密货币 那这就是说的我们的派就是妥妥的日派 那他现在呢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积极的状态 首次的使用时间是在2018年的10月7日的时候就已经拿出来了 那他商业用途的时间是2018年的10月7日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为什么上面是在2018年的12月12日 那下面是2018年的10月7日呢 就他首次去设计出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10月7日的时候 那他在进行加密货币的使用过程当中是在2018年的10月12日 那这些都是和我们的派的一个整个历史能够去吻合的 因为我们派的这个app呢 实际上他就是2018年的12月12日的时候去啊 进行在手机端可以去使用的是吧 那下面还有关于他的一个拥有者 好 这里就确定出来是派的社区公司 也就说我们的可能是派的派network公司 那他的这个屋的一个驻扎 以前我们去查过拍的这个地址在哪里 我们查到说好像不对是吧 他现在可以查到来说 他是属于在乌克兰大厦南教堂121号乔治城开曼群岛 就是说他的注册地址呢 是在开曼群岛 那么他这个是和很多的一个高科技公司 他们的一个避税地是开的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一个开设地区 是开曼群岛 还有很多世界上的一些科技公司 他们的开设地址都是设在开曼群岛 因为开曼群岛他们的一个税收是比较低的 或者说甚至说是对于富人来讲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说你看派的这个注册地址也是在开曼群岛 那么你可以把想象为一家这个区块链的一个研发公司 或者说把派就想成一家公司吧 那这次去负责申请的律师是凯伦富兰克 那这里还有他的邮箱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整个地址 我们就不再去暴露了 因为他上面很多信息都是真实的一个信息 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 也没有必要去进行更多的一个追踪呢 那这里呢 我们看完这个信息之刊 我只想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Pi Network 可能他现在确实在这个商标注册上面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这个网站里面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美国的这个商标局呢 我刚才通过网站里面去查询了一下呢 它这个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商标局 因为我们从这上面的一个流量和技术堆栈上面去可以看到呢 它好像就是拿来去和这些商标申请的 或者说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内容的 而因为我呢不是特别了解美国的所有网站 所以说这里面呢 可能会是一些大概的一个推错 如果说了解的话 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可以查询到这个网站大概率它是一个靠谱的 而这个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信息 也是和指向的Pi Network了 所以这则信息我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信息 就说Pi呢 它目前已经拿到了一个审核 美国的商标注册局的一个审核 就是它这个标志呢 是可以商用化 或者拿来去使用了 那么证明在Pi呢 它已经进行合法化上面又进了一步 那另外一方面就关于在6月1日的时候 它会不会就进行公开性的主案 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 那Pi的这个商标注册和我们Pi开源呢 它是完全不相干的 Pi的商标注册这边是可能就是项目方在背后走到另一条支线 就是让它的整个的项目呢 走得更加顺畅 或者说在合法化 或者合规化 或者说在很多的法律方面呢 进行更多的一个完善 那以后它要去使用这个Pi的一个商标 或者使用的Pi的logo 那或者说它在印刷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那么它至少来讲它已经注册了 它能够有权去使用它 而不是说未来之后被别人抢注注册了之后 那么Pi变成一个不合法的是吧 虽然说Pi它属于是新兴的行业 Web3的行业 但是它也要去符合Web2的一个规则 现代商业的一个规则 你该有的专利 你还是有 你该有的商业图标 你还是有是吧 虽然在Web3的世界当中 大家都想象的是说 这个东西拿出来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去开源 但是在商标注册这款Pi的项目方 可能想到是说 我们应该把它注册了之后 那不应该去落入到其他人的手里面 因为这会带来一些潜在风险 那比如说最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Pi项目方 他没有去做他这个商标注册 那另外一个人吧注册之后 那未来对Pi就有一定的影响 人家就说 这个商标注册是属于我的了 你这个PiNetwork 你在使用我的这个商业图标 那是不合法的 那就可以把它给剔除下降 所以说Pi呢 为了去保证它的这个 程序的运行是合法合规的 它必须要去注册这个东西 那好 这一点说明了之后 那就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主网 主网呢 它是属于Totalweb3的一个规则在里面 Pi呢 它讲了说 我们的第一条件 第二条件 第三条件 第二条件当中又包含了说 kyc的条件和我们的生态应用条件 那其实这些呢 它是完全没有去办到的 还有说第三条件 第三条件当中就是说 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说世界大战不可抗力的因素 或者说影响派去进行开源的因素 这些它都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呢 它不会说在短短的这一两天 因为它的商标通过之后 它就会进行开源组网 因为呢 商标注册呢 它不是说直接导致Pi开源与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它的决定性因素呢 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就是100个生态应用和1000万的通过的 这些kyc钱包 是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Pi呢 它确实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正向的信息 就是它的这个商标进行了注册 那但是呢 它和我们的主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好 这呢 就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信息呢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地址 或者说这个网站的这个链接 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